好,我们之前已经看过 ProtJ里面一个视觉化的工具 这是OWLVs 那借由这个工具 我们可以很快的看到它的类别的结构 那我们可以 就是把 这个左边数字状的结构 那变成 这个 其实也是数字状的 不过就看起来 就是有不同视觉效果的 这个图示 那我们也可以点这边 让它很快的 显现出我们所选择的 这个 这个节点 那我们今天呢 要来看上次汉祥 介绍给我们的另外一个视觉化的工具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原来我们介绍的这个工具里面呢 只能显示类别 那 ONTOGRAPH 那就可以显示出 不只可以显示出 这个类别 也可以显示出个体 不一样的是 它这边多了一个 很强大的这个检索功能 我们等一下会一一介绍 第一个是一项首页的这个按钮 那就是我们开始的第一个节点 比如说 如果我们选择用书籍开始 那当我们按它这个节点的时候 它就会把它放大 那有了一个节点以后 我们就可以组成的 那 就是来 加以视觉化 不见了 那比如说我们把书籍点开 就可以看到它的次类别 还有它的上一层的 还有和它有关系的类别 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作者和书籍有一个关系 那我们把这个滑鼠移到那个关系上面 就可以看到这个关系是什么 那就是它可以看到作者和书籍之间有个住宿关系 那住宿关系就是我们定义的这个物件属性 好那我们可以再选择其中的一个 子类别 然后再加以 组成的打开 最后呢 就可以开开到 这个最底层的 也就是这个类别的个体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刚刚的情况 从书籍开始探索 最后到止步 到止步的 这个 道家类 再看到道家类 所有的个体 那如各位刚才看到的 我们随时 可以拖拉 这个图上的 任何的节点 那如果我们再把它移到的关系 可以看到它是 怎么样 就是它是一个类别和个体之间的关系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可以要探索 哪一个节点 我们就可以 点两下 那当我们把游标移到那个节点上面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那个节点的一些相关资讯 好 第二个按钮 就是移除 这个 就是 没有跟其他节点 连接的 这个节点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有时候 我们在这个探索的时候会出现 没有和其他接点连接的节点 我们用个最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如果选择转机类 选择 唐代 我们就看到这两个节点之间 并没有连接 并没有连接 所以这时候我们如果在敲 这个 第二个按钮 就是把一些 估绝的 节点移除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两个节点 都会被 移开 找一个比较小的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我们这个例子 晃大一点好了 南北朝和北朝之间 有个关系 这个 使令类这边 这是 孤绝的 一个节点 我们按的时候 就可以把这 孤绝的节点移走 好 我们再找一个例子 来兵家类 那第三个呢 基本上就是一些 图形不同的展示方式 从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 都是 第三个 第三个 是让把我们的节点 用 这个方形的 矩形的结构展现出来 所以它就变成 矩形的结构 它就变成矩形的结构 它会一直维持它的矩形的结构 再来呢 是圆形的结构 晃色状的结构 应该这样比较精确 晃色状的结构 再来呢 这个是 弹簧结构 那弹簧结构 你拉一点的话 你就会看到一个 就是 它会 依照 其中是有一个距离关系的 所谓的距离关系就是 这边一群的 这个 在 本体结构上面的距离是比较近 这边一群的 彼此之间 在 这个 本体知识结构上面是比较近 我们来看看有没有连接的方式好了 我们也许 重来 从 另外一个 招令 做一类开始 我们也可以从个体 你可以看到 我们也可以 从个体 才出发 因为这是他的作者 从他的作者 我们可以在 看到这个作者是属于明朝 他又属于作者 那 在我们的资料结构里面 因为作者 下面就直接是个体 所以作者下面大概 有2700多个个体 那如果我们要把这2700多个个体 用 图 图示化的话 这个方式展开的话 那会需要一点时间 所以我们 尽量避免 做那件事 不小心点到明朝了 那明朝下面 就是明朝的作者 所以就会有这样的问题 不过这次还蛮快的 好 那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展现 这是树状结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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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的 重的 这个树状结构 那因为我们明朝和作者之间 各数相差旋数 就会这样 那这是 横的 树状结构 找不到的时候 我们就敲这个 这个 差太多了 因为数量太多所以就变成这样子 这样不是很好 我们再重新开始好了 太小了 太小了 看不到 只有两类 地理类 我们现在做的就是 用滑鼠的滚轮 去控制它的大小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子 核取类 这个是 这个 恒 水平 恒的 这个树状结构 这是重的 这个树状结构 然后这个是 重的 就是 方向是 重的 我们再点开 他方向是 重的 那这个是 方向是 变成 恒的 所以 这样 你可以看到这样 就是需要 比较多的 画面 所以 这个就是 不同的图形 我们可以使用不同的图形方式 来方便 我们的 越南 观察 这是 放大 放大 我们也可以用 滑鼠的滚轮 来控制 放大缩小 这是 不放大 不缩小 好 接下来呢 这个 就是我们可以 选择 要展示 是不是 个体和类别 要一起展示 好 我们可以 试着 操作看看 大概需要一点时间 计算 点了两下一起 他就又恢复了 就可以看到我们可以 选择 是 节点 的类型 好 现在跑出来了 就我们把个体隐藏掉了 我们可以再 把个体交出来 需要一点时间 这个 视觉化 就是比较需要 需要电脑的 速度 出来了 好 那这个呢 是选择 依照属性 来选择 我们要的 要显现的 这个节点 让他跑一下 出来了 那可以看到 他又把个体弄掉了 点一下 那这个就是 Arch Types Arch 就指的 就是节点和节点 之间那条线 那 在我们的 知识本体里面 他就是节点和节点的关系 那 我们可以看到 他有种种的关系 那在我们这个例子里面 主要就是作者 和 这个 书籍的关系 如果我们回到 Entity 看一下 我们的Data Property Data Property 不是Data Property Data Property 这是资料属性 我们的资料属性 也很简单 主要是 各个节点的ID 还有作者的姓名 之号 我们的 Object Property 目前就只有 住宿关系 那住宿关系 根据原来的 资料库呢 总共 定义了100多种 那我们其实把 互合关系 变成一种 那将来也许 也可以分开 再回去 我们的 Onto Graph 所以 我们就可以选择 哪样的 关系 要被显现 那这 这些 关系 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不同的关系 他会用不同的 颜色 显现出来 好 好 那我们就 先 把这个关掉 基本上就是一个 过例资料的方式 再来就是我们可以 为我们 目前看到的 这个图形 做一个 快照 做一个快照以后 这个是输出 对不起 就是直接把现在的图形 输出 然后这边呢 是 就是可以 用这个东西 然后看 我们 当指到节点的时候 这个要节点 显示什么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类别 这是个体 比如说 我们指到一个个体的时候 旁边的那个 黄色的 底涂 黄色的这个 资讯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 叫做 Tool Tip 类别有类别的 个体有个体 那我们可以 藉由这些 控制项 来选择 什么样的资讯 要选 显现 什么样的资讯 不要 显现 那你可以看到 直到 每个节点 都会有这个 额外的资讯 这就是 Tool Tip 这是储存 可以把现在的图形 储存起来 这是打开 原来已经储存的 Graph 的图形 好 然后这个是 把它 输出 输出成一个 DOT档 也就是Word档 DOT档 可以把 Tool Tip 都显现出来 然后 消失 那如果我们把它 输出成一个 DOT档 可以把 怎么样 都显现出来 然后 那如果我们把它输出成一个 DOT档 DOT档的内容 大概就是它会 把一些 资讯 两者之间的资讯 都显现出来 好 我们把这个档案打开 关起来 好 那以下 以上 就是我们对这些图事的 简单的介绍 那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 怎么样从 不同的角度 来观察 我们的资料呢 那视觉化 常常是 数位人文 所使用的一个手段 那接下来 我们要再来看 ONTOGraph 的 检索功能 那检索功能就 很快的 可以 帮助我们 锁定一些 特定的资料 那基本上 它就是以 IRI 也就是我们说 每个节点的名称 作为主要的 检索对象 我们这里先简单的 做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打进 书 书式的书 contents 就是包含 也就是我们的 IRI 那个节点名称里面 包含书这个字 然后叫它 检索 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它找出来 所有 这个 名字里面 有书的作者 然后 当然也包含 这个 名字里面 它其实是一本书 就是书门六字 君子文翠 的相关的 资料 所以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 这个 资料里面 一些 结点名称和 书有关系的 如果我们打 打 书式 那很快就会看到 书式 在我们这个 资料库里面 的一些 情形 它是 属于 北宋的一个个体 它是属于作者的一个个体 它写了 这些书 那各位可以想象 如果我们的资料库是关于 这个社会关系的话 那我们 现在看到的 就 就会是书式的 各式各样的 政治社会关系 这是 contents 再来 就是 那个名称 是 的开始 我们在用书 用书 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书门 那也就是说那个名称 必须要用书门开始 看好没有几个 所以我们看到了 书门集 还有 书门六君子文粹 这两个就是 我们 检索到的 资料 它有一些 相关的情况 书门六君子文粹的编则 转 上面写转 叫张磊 转 在我们的资料库里面 是这样 然后他们是 这个是属于 别级的 明红五字 崇真 这个书门级 敲一下明红五字 就把那里面的个体都叫出来 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 没关系 我们就叫他在减水次 所以这是明红五 那这是 种籍类的 种籍类的 应该比较少 本来是说 会不会叫出 种籍类的 也是叫出他的个体 本来是想叫出他的 吉部的关系 那你可以看到 吉部的关系 可以一直再上去 好 这是 开始 那 再来呢 就是结束 就是说 那个名称的 尾巴是什么 那这两个 我们之前有看过 因为 IRI 常常会用 用到 自首自尾的方式 自首自尾 当然也是一种 类具 资料的方式 那我们目前这个资料库里面 没有 比较好的例子 我 也许我们可以查查 就是 四库全书里面 之属 我们 这个资料库里面 把金石子积之外 四部分的金石子积之外 有类 然后有鼠 那我们看看 把所有的鼠 找出来好了 找不到 这是 start with 对不起 我们要找尾巴 找尾巴 总共找到了64个 可以看到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在64个鼠在这里 这边是他们的上层 然后他的个体 非常壮观的图画 不过 这个图像越複杂的话 可能 跑的时间 就需要越长 缩小一下 这是 end with 然后再下来 exact match exact match 就是说 他 一定有 完全一样 不多不少 比如说我们现在 在用自数来跑的话 这次就什么都跑不出来 那如果我们 跑里 记 自数 他就会把里记 自数 全部找出来 那你可以看到 里记上面的 上面一层的是 类别 其他的 就是他的个体 好 接下来啊 我们之后 在 这个 文本分析 会教到的 就怎么样用 正规表示式 来 寻找 和取代 或者 或者是更新 我们资料 很重要的 一个 一个手段 一个方式 那我们这里只讲一个 简单的例子 之后大家 学会 正则表示式 或叫正规表示式 的话 就可以有更多的应用 上次 Brent 来我们学校讲 Marcus 的时候 当然也有讲到 这个类似的概念 我们这边用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来比较苏氏 和王安石 那这个扮行的 直杠 意思就是说 前面那个 或是后面这个 所以他会找苏氏 或是找王安石 就在那个名称 所以我们这样一看 就可以看到 苏氏 和王安石 和王安石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很快的比较 王安石的事库里面 有四本相关著作 书氏 有十本 两位都是作者 两位都是北宋人 如果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看看有没有什么例子 好 比如说 我们比较一下 吴国 和 蜀国 三国是代的 吴蜀 他们的 在四国全数里面的情况是什么 我们就可以看到 吴国和蜀国 结果 结果我们看到 他不是 吴国或蜀国 他是把怎么样 由吴 和蜀 这个字的资料 都找出来 这个其实 可以再用 正哲表示诗 去规换 就是让他 不过我要查一下 不是很记得 正哲表示诗的 开始和结束 就是我们可以说 让他 只限制他一个字 那我们再做一个别的好了 比如说 点的话 就代表任何字元 所以这个就是 吴加 一个任何字元 所以他总共 会有两个字 还差不多 无成 无子 我们可以看到 再看一个好了 比如说 我们说 名字里面有 一转的 一转 一转后面还有两个字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些是一转 这个一转后面有两个字 不是说是一些 那个 就是他输的话 我们为了避免 冲户 就把他们的ID 加上去 再看 比较一下 比如说 朱熙和李组签 好了 朱熙和李组签 我们就可以 用这样的方式 很快的 比较 几个不同的东西 在 我们的 资料库里面 比较三个呢 长势 你看 我们也可以比较三个 很快的 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来探索 我们的资料 所以 比起我们前面介绍的 ROV 那这个 Ontograph 它的功能 更强大 好 那我们就简单的 介绍到这边 谢谢大家